周克開車要上拉拉山追雪 結果雪鏈不給力 斷掉了 車就卡在路邊 好尷尬 交通狀況不止桃園 台北市陽明山 還有人要騎車上山 被警察擋下 原警全身包緊緊 正在路口指揮交通 只要經過管制點 車輛就得加掛雪鏈 否則就得停好車 徒步上山 巴拉卡的公路上 可以看到現場台北市警方 已經架起了交通管制上 也就是說 一旦車輛沒有加裝雪鏈 禁止上山 蠻多遊客 因此把車輛停在 附近的停車場 進而下車徒步走上山 陽明山上不少遊客賞完雪 開車下山 車上還覆蓋一層雪 他要往二子坪的路段 可以看到現在已經開始實施 交通管制了 現在有一些車輛 也在輪胎這邊開始加裝了雪鏈 台北市陽明山分三階段管制 二十三號一早 已經開始第一階段 陽金公路下雪 管制點在101甲線 陽金公路口 第二階段是大屯山區 七星山區等 管制點在中湖戰備道跟陽金路口等 第三階段則是中山樓跟文化大學 管制點在行鷹路 群人路東升路口等 游客追雪也出意外 巴拉卡公路往二子坪方向 二十三號凌晨十二點多 一輛轎車疑似因為輪胎打滑 在上山途中時掉落邊波 車上一共三個人 一度受困車內 有人說是有車子叫他去 提醒民眾 千萬追雪山路施滑 務必注意安全 才不會樂極勝悲 華視新聞總部囉 哈囉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